女人请保姆照顾父亲 保姆干了没几天就怀孕了 女主人怀疑孩子是父亲的 便去询问医生 父亲是否还有生育能力 女主人越听越迷糊 保姆腹中的胎儿 难不成真的是父亲的 一个月以前 因为43岁还无法生育的棉花 被丈夫踹出了家门 没有办法的 她从农村来到大城市打工 她一直东奔西走的工作 有时在保健品店打工 有时在朋友化解的废品店工作一下 不怕哭也不怕累 这天朋友帮棉花在五八同城 照了一份保姆的工作 月薪五千 是去照顾一个70岁的老叶子 棉花乐呵呵的便去上门试港了 棉花从女主人生亲口中得知 老叶子以前是教体育的 身体那是老当一壮 去年把腿摔舌了才待在家里 而且老叶子的记忆里每天都在摔腿 所以棉花一定要嘱托老叶子按时吃药 还说着许多的其他规矩 棉花表示一定都会做到 生情却不以为意 没有办法放弃你们这帮保姆都一样 偷东西 撒谎 还虐待老叶子不给饭吃 生情表示以前他请了几个私人保姆 都不是很靠谱 棉花并没有解释什么 他认为自己会靠着行动 向生情展示他的镜责 之后的日子里 棉花发现这份差事并不简单 老叶子虽然智力记忆都在衰退 但身体还是龙惊呼猛的 当棉花挡着他看电视时 老叶子毫不留情地扒开棉花 吓得都是死利 棉花想帮老叶子整理一下辩护时 也被老叶子一把推开 眼睁睁看他将尿倒进洗脸池 还就地方便 棉花只能背着身 等老叶子方便完 再细细地给他洗手 第二天 棉花拿着生情写的地图 送老叶子去按摩院 但因为生情工作很少回来 按摩院搬迁了也不知道 棉花发现怎么走都不对 还好老叶子还记得 已经搬地址的按摩院在那 急忙给棉花指明方向 之后面对走错地方的棉花 老叶子也不忘嘲笑他一句傻子 棉花一阵无语 让医生帮忙劝劝老叶子接酒 老叶子不能喝酒 但每顿都要喝无功泡酒 棉花怎么说都不听 而医生刚刚劝了两句 老叶子就把头埋进枕头里 也不知道他是真糊涂还是假糊涂 总而言之 老叶子对棉花又冷漠 又不听话 棉花不顺他 他又生气 直到一首甘肃民歌 悄然改变了棉花在老叶子心目中的位置 老叶子平时总放一首叫做花的歌谣 在一旁收拾药品的棉花也会这首歌谣 跟着横出了出来 还对老叶子说这是我老家的歌 老叶子文言本能的低下头 对着一张黑白合照发呆 当棉花为他吃药时 老叶子嫌要苦不肯吃 棉花像哄小孩子一样 骗他吃完药会给巧克力 老叶子才愿意吃下去 吃完药后 棉花注意到照片是老叶子和妻子苗花的合照 苗花是老叶子女儿生情的母亲 但是老爷已经不记得了 只记得深爱的姑娘叫做苗花 棉花教老爷子如何忍人 可惜在棉花的寻寻善由下 老爷子只是把声音来源当成了苗花 晚饭时分 老爷子因为想念苗花而茶饭不思 棉花以为老爷子是怨恨自己 不让他喝五公酒 急忙给他端上五公酒 谁知老爷子还是不肯吃饭 棉花见状也不惯着老爷子 自顾自的吃完洗碗 到了晚上 老爷子不断地喊着苗花和肚子疼 棉花闻声赶来 一眼看出老爷子是饿了 急忙去厨房给老爷子做点吃的 老爷子吃着饭 不知道在想着什么 到了后半夜 老爷子居然颤颤巍巍地跑到棉花的床边 把他从睡梦中惊醒 不等棉花表态 老爷子拉开被子就往里做 开始说着各种梦话 棉花发现老爷子是梦游了 正在跟所谓的棉花说话呢 老爷子似乎已经分不清现实和记忆 把自己当成棉花了 棉花不敢吵醒梦游中的人 只能偷偷跑到客厅去凑合一宿 随后的日子里 老爷子看见外人 就称棉花是他媳妇而苗花 怎么就都纠正不过来 棉花无奈极了 但这都不是最让他气愤的地方 年轻保姆帮老爷子洗澡 帮他穿衣擦头发 布料却被老爷子一把抱住 不许这样 你要是再这样 我就不管你了 可老爷子完全听不懂棉花说什么 他只是把棉花当成辜负过的王妻苗花 说什么也不让心中的苗花走 棉花急忙挣脱老爷子的怀抱 怒骂老爷子为老不尊 这时生情回来了 棉花也不好发作 只能一声不吭地走掉 生情察觉不对 急忙查看老爷子的情况 只见老爷子举起受伤的手腕说饿了 生情文言愤怒无比 不听棉花的解释 质责棉花不但惦记老爷子的手表 还虐待的不给老爷子饭吃 棉花没有和生情进行无所谓的争辩 只是把刚刚的情况如实相告 信不信由生情自己决定 说完便怒气重重地跑去找朋友借酒消愁 虽然棉花被生情气到不行 但还是担心家中的老爷子情况 毕竟他知道生情是一个忙于工作的人 没什么时间照顾老爷子 而正如棉花想的那样 生情正在躺在沙发上敷面膜 给弟弟打电话 说自己在58同城上找了一个保姆 各方面都很优秀 让弟弟不用太过于担心了 当天晚上 棉花就回到老爷子家上班了 仿佛一切都没有发生过 只不过在一次体检时 一向以为自己怀不了孕的棉花 竟被查出怀孕了 他得知后 都不知道是该哭还是该笑 原来棉花被丈夫踹出家门后 陷入了人生低谷 这是一个有父之父 货害找上了他 货害对棉花死缠烂打 还说不相信棉花无法生育 他会和棉花有自己的孩子 有了孩子就会和妻子离婚的 于是没什么见识和渴望温暖的棉花 跟货害有了关系 时至今日 棉花有了货害的孩子 意识不知道该哭还是该笑 过了没一会 棉花放肆大笑了起来 自己也是可以生育的女人 他怕打了那些看不起自己的人的脸 他和肚中的孩子都可以迎接来新生 而盛青知道这个消息后 不知道是出于有人照顾老爷子的私心 还是单纯的担忧棉花 盛青劝说棉花赶紧把孩子做了 毕竟是高龄产妇太危险 还让棉花叫丈夫跟他聊聊 棉花拒绝让盛青见丈夫的要求 毕竟腹中孩子的来历不光彩 只是说在考虑几天 棉花一个人在家门口罚呆了很久 数次拨通祸害的电话 却又立马挂掉 他不敢确定祸害会不会负责 棉花回到家已经是深夜了 棉花想看看老爷子是否睡得安心 却发现房间里空无一人 棉花连忙四处寻找 最终在厨房里找到老爷子 老爷子就是静静坐在那里 一言不发 但棉花看得出 老爷子是担心的等自己回来 连忙把老爷子扶回房间休息 第二天 棉花正在伺候老爷子换衣服时 响起一阵急促的敲门声 棉花打开门一看是祸害来了 起初棉花还以为祸害是因为昨晚的电话来的 便想说自己想给祸害个孩子 可谁知祸害只是安耐不住了 说他现在就要 这是老爷子听到屋外的响动 起身查看却不小心摔在地上 碰撞声打断了棉花他们 棉花发现后将老爷子送往医院 万幸不知情的盛情没有追究 只是以为老爷子是不小心摔的 在医院里 老爷子是分性来棉花 只吃棉花喂的饭 让女儿在一旁都显得多余 盛情在极度之余又有些欣慰 终于找到可以照顾老爷子的人 为了感谢棉花 盛情不仅送给棉花几件新衣服 虽然是老爷子最喜欢的款式 还告诉棉花一个名秘 其实苗华并不是老爷子一生之爱 只是老爷子最愧疚的人 当年老爷子因为苗华只生了自己 便抛弃弃女的和别人重组家庭 生下了一个弟弟 可惜这么多年过去 那个弟弟从来没有照顾老爷子 都是自己照顾的老爷子 不知道老爷子如果是清醒的 会不会觉得讽刺呢 对于别人的家世 棉花不想干预太多 他只想管好自己的一抹三分地 棉花告诉盛情自己想生下孩子 却不肯告诉盛情关于孩子的事情 这让人生家庭不幸的盛情 想到有前科的父亲在一个月以前 就曾经对棉花动手动脚过 开始怀疑孩子是老爷子的 而因为棉花穿的都是老爷子喜欢的衣服 老爷子便彻底把棉花当成苗花 说什么也要取棉花 这让盛情恼怒不止 认定棉花负重的胎儿就是老爷子的 还认为棉花不想打掉孩子 就是想贪图自家的财产和房子 便呵斥他收拾东西走人 说得极情难听 棉花不堪受禄 立马转身解下围裙 接着去房间收拾东西准备离开 生情愤怒地扔下一笔钱 让棉花永远不要回来 棉花拖着行李箱便走了 没有那那笔钱 但故事并没有结束 熟睡中的女人总感觉背后有人 迷迷糊糊地转过身来 发现老爷子不知什么时候又爬到她的床上 棉花当场就被吓得睡意全无 而老爷子还是那般迷糊 嘴里还是念叨苗花 我们结婚吧 看着老爷子错把自己当成苗花 棉花有些伤心地问她 你真的愿意娶我吗 老爷子表示愿意 说什么也要娶你 棉花当即哭得气不成声 却不是因为老爷子要娶她 而是因为渣男祸害的薄情寡异 自从棉花被生情赶出去以后 生活算是断了经济来源 棉花一个人沉思了许久 决定还是给腹中孩子一个完整的家 她发信息给祸害说明怀孕真相 祸害没有回复棉花的信息 只是将棉花全面拉黑了 棉花开始绝望了 更惨的是她去医院检查时 医生告知棉花的染色体有问题 孩子生下来可能是天生残疾或脑瘫 医生也劝她不要 但43岁好不容易降临的小天使 棉花怎么会舍得抛弃她呢 她决定赌一把 首要的就是要工作 要去赚钱给孩子存奶粉钱 所以她选择回了老爷子身边 把自己的事情告诉生情来求情 而生情这边呢 家里在棉花走后是一团糟 老爷子说什么也不愿意吃饭 稍不注意 老爷子就往嘴里塞够了 撒得到处都是 弄得生情一阵头疼 于是生情同意让棉花回来当保姆 棉花的回归 让老爷子喜笑颜开 这个家里恢复了往日的和平 谁知过了没几天 货害居然找上门来 说了黑棉花只是一个误会 等棉花把孩子打掉 他们可以重新开始 这一刻棉花才算认清货害的面目 说什么也不愿意打掉孩子 与货害拉拉扯扯起来 屋内的老爷子闻声出来 看到棉花被欺负 挺身而出地给了货害两拳 打得货害鼻血四肩 货害不敢还手 气愤地捂着鼻子离开 开着汽车就扬长而去 棉花在后面穷追不舍 没有注意到生情的狗 趁门没关跑了 等晚上生情回来 发现自己养了多年的狗不在了 指责棉花太过于粗心达意 家里因为棉花出了许多问题 自己给过棉花 多次机会都没有改变 这一次说什么也要开除棉花 棉花没有反对 只是恳求给老爷子到个别再走 棉花给老爷子细细地梳着头发 说着许多嘱托 也不管老爷子能不能听懂 到了夜晚时分 老爷子居然又跑到棉花的床上 老爷子拍着棉花的背 温柔地说 孩子 我想好了 既然来了 再难 咱也得把孩子生下来 养大了 往后的日子会好的 棉花询问了几句 发现老爷子 又把自己当成了苗花 不禁觉得好笑 可悲又感动 自己真心付出过的男人们 一个个都不曾真正爱护过自己 而眼前这个老太隆中的老人 只是一句糊涂话 却也给他带来了些许欣慰 这让棉花感动得痛哭流涕 那一晚老爷子或许是回光返照 格外的能说 等到天亮时 老爷子就高烧不退 棉花急忙把他送往医院 并通知了盛情 而医生检查后告知盛情 老爷子也就这两天的事情了 在老爷子生命的末尾 生情也不再伪装 直接说出自己对老爷子 抛弃弃女的冤憾 自己才是一直以来 真正关心父亲的人 可父亲却从未关心过他 只能说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 心酸和苦楚 生情能说出这句话 也代表他已经释怀 只可惜老爷子再也听不懂了 他的嘴里还是那句苗花 我们结婚吧 生情也没有办法了 只是他看到病房外的棉花 灵机一动 他请棉花帮忙扮演苗花 去病房看老爷子的最后一眼 而老爷子也将棉花 看成自己的妻子 他的眼眶逐渐湿润 最后无憾地离开了人世 一年以后 棉花已经生下孩子 是一个健康的孩子 准备回到家乡发展 回家的路上 棉花捡到一只流浪狗 和生情都市的那只很像 最终棉花带着狗和孩子回到家乡 此时正值棉花盛开的季节 棉花看到阳光照耀下的无限生计 也在阳光的照耀下 不断地立前行 生情总以为自己是最关心老爷子的 但长久的照顾 却比不上相识短短数月的保姆棉花 他们之间缺少的不是时间 而是情感沟通 有时候人与人之间的亲密感 并不完全由血缘决定 而是与陪伴的时间相等 有时候孝顺也并不是以物质来衡量 他也许是一处豪宅 也许是一片砖瓦 也许是大洋彼岸的一只红眼 也许是近在支持的一个口信 也许是数以万计的金钱 也许只是含着体温的一枚硬币 但在孝的天平上 他们等着 所以不要因为自己行的笑很小 就放弃孝顺